又到旅遊季節了 維州有什麼地方是靚包鏡的呢? 當然是我們出名的天空之鏡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代書自由行 我是沛豐 什麼天空之鏡這麼厲害? 我們經常見到有人分享一些照片 有很美的島影 還有粉紅色的岩壺 原來我們墨爾本市中心二北 有一個Lake Terran 就是佔地兩萬多畝的一個 全維州最大的岩壺 我們駕駛5個多小時的車 上去看一個景色 究竟值不值得呢? 今天我們有Vivian 實地去考察一下 我們聽聽她怎樣介紹這個地方 我們開了5個小時的車 由麥爾本市區去天空之鏡 叫做Lake Tyro 但大家都叫它天空之鏡 因為它最有名的就是 那個島影好像一塊鏡一樣 我們去到之後呢 天色非常之好 那就去了三次 晚上日落時睡了一次 然後在附近酒店住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睡醒就去 日出的島影都很美 然後回酒店吃完早餐再去一次 這個時候已經沒有倒影看了 而那個湖呢 就超粉紅色 因為那些水推得很乾 那就見到的很美的粉紅湖 但是就沒有水的倒影 你看到的只是太陽的黑影 那我去了三次 覺得三次都很美的 各有各的美 那主要都是天空做美 因為這個粉紅湖呢 要怎樣才美呢 就是要天暗氣清 還有不是很大風 那個倒影才會美的 還有呢 現在是春夏交界 所以那些水是退了大部分 那些粉紅色才能出來 冬天雨季的時候呢 就水漲的 那水漲都很重要 那時候呢 應該那個倒影 會是再美一點 應該會見到 藍天白雲的倒影 但是我們現在去 我覺得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再驗一下 說真的很熱很熱那時候 那些水都退了 就應該只有粉紅湖 就不會有倒影 那我來了麥爾本五年 今次都是第一次去 但是我覺得是非常開心的 極之推薦 大家應該要 駕駛這幾個小時的車去的 我們來回駕駛了差不多 850公里的車 那雖然是很遠 但是我覺得值得的 感謝 好 好多謝Vivian 為我們提供這些 這麼漂亮的相片和影片 還有介紹這個地方 那非常之多謝她 是的 那如果大家有去過什麼好地方 記得就傳一些影片給我 那我就會做一條影片 有好的地方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現在假期就到了 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去的 一個人去不了那麼多地方 靠大家一起幫忙 好嗎 加入我們香港人之家 WhatsApp群組 我們大家同心協力 一起建立好 我們麥爾本這個實體的 香港人社群 和我們這個社區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